整個房間現在非常美麗 明天早上就可以回家啦 我們現在剛到桃園醫院要來做核酸檢測 因為我們終於要回加拿大了 然後把資料也都準備好了 我們要帶健保卡身份證、申請表、護照銀本跟機票銀本 然後我們是明天的飛機 所以明天下午1點之後才可以來拿診斷書 準備好了 乾杯!辛苦了! Paparatti, Kevin 嗨! 吃完午餐開始繼續收行李 現在要把好用的Cubo拆掉 然後帶回去 吃完午餐開始繼續收行李 因為他真的很好用 所以留在台灣很可惜 然後就是我們現在 目前整理好的行李箱 整個房間現在非常凌亂 因為我們就是把所有要裝的東西都放到檯面上才不會忘記 今天本來想要vlog一整天 可是因為真的太多東西要收拾 太多太多了 然後剛剛出門的路上全部又非常的慌亂跟衝觸 所以現在才有時間跟你們講到話 我們現在已經把所有的行李check in 了 帶個小孩真的東西多非常多 然後有點像重新再移民一次的錯覺 一邊爹 也想要到今年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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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be the one to have the highest price to pay if i make it home tonight may i hold you one last time let me hold you one last time what if it's too late for me now what if you gone to someone else so it could never be the same how can i make up for my sins now i'm lonely and it kills me can you hear me babe i'm lonely i know you don't wanna talk but just pick up the phone we could go for a walk talk about the things we know why don't you come sit next to me let things happen naturally like it used to be i know you don't want to go and waste another day mess it up again i'll send my way i'll be the one to have the highest price to pay if i make it home tonight may i hold you oh my goodness they used low level they don't fit or bad it's awesome i'll see you 就是有一位網友在我上次去宜蘭崩潰之後 推薦我買的那種旅行用的熱水壺 因為它可以定溫在你泡奶的溫度 然後可以保溫 所以這樣子就不用在小朋友急著喝奶的時候還要對水溫 我就立刻在某某勾入了 實際操作起來真的還不錯 然後它可以縮的很小 就這些是可以把它在更compact旅行攜帶的時候還蠻方便的 所以如果需要這種泡奶的熱水壺的媽媽們可以上某某看一下 睡誰睡醒啦 每個小可愛睡醒啦 大家原諒我這一路上都沒有什麼跟你們說話 因為我發現帶小孩坐飛機再加上疫情 整個手都是滿的 真的是沒有時間跟手拿起相機跟你們講話 喔 寶貝啊 你真的是剛睡醒的臉欸 我們平常 眼睛沒有那麼腫的齁 我們是選機場正旁邊的Fairmont Hotel 因為想說這樣子 就節省了一趟那個shallow bus的車程時間 最好也是因為想說這樣帶著小孩 還要上上下下行李啊 推車啊什麼 真的很麻煩 我們從機場拿完行李之後 就可以直接走到飯店 是真的還蠻方便的 呃 妳要幹嘛 呃 她的頭剛剛撞到了 好可憐喔 超級心疼 會不會痛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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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們這一次回來 其實準備的文件沒有說很多 但是其實就是蠻繁瑣的 因為很多小細節 或是每個步驟都要注意到 我們在台灣check-in的時候 就是要提供我們的核酸檢測陰性報告 還有要上網申請航空公司他們的健康聲明表 到溫哥華之前 就要先在網路上登記LifeLabs 就是妳到機場之後要做的核酸檢測 如果妳沒有登記的話 變成說妳到機場還要再花時間 去一個地方登記之後再做檢測 這樣就會浪費了一些時間 還要提前下載一個APP叫Arrive Can 把妳的航班資訊都輸入進去 因為這一塊都是Kevin用的 所以他比我清楚整個程序 但是大致上是這樣子沒錯 然後還要訂防疫旅館 如果我們在機場的報告 明天就可以出來的話 我們其實就不用住到三個晚上 因為他們規定妳在訂的時候 一定要訂三個晚上 但是因為我們在了解整個過程的時候 喔 怎麼了 等一下等一下 大家等我一下喔 好 媽咪跟大家講一下話好不好 妳還想睡覺是不是 妳還想睡覺是不是 對 差不多就這樣 然後停點在飛機上其實都還蠻乖的 他除了想睡覺的時候會 歡一下 就可能挨個幾聲 但是其實 一上飛機的時候他就睡著了 然後下飛機的時候 他是醒著的 所以我就擔心他可能會耳鳴或什麼的 所以我就給他吃東西 吃吐司啊 餅乾啊 還有奶醉 所以他就很乖的一直看著窗外 就這樣 平安的到了加拿大啦 可是他在飛機上只睡了六個小時 所以他剛剛陸續都有一直小睡小睡 我原本其實很焦慮 就是帶嬰兒坐飛機加上調時差 全部都是我的第一次 可是我嫂嫂就跟我講說 不要想這麼多 就是真的 一步一步來 然後 帶小朋友的話 先不要太刻意去調時差 他如果累了就讓他睡 然後就這樣 慢慢的跟著他做洗泡 奶的話就從上飛機後的第一次 開始算每四個小時 或是從他睡醒開始算 這些可能就是 提前擔心太多也沒有用 因為要碰到我 才有辦法再去做調整的 我跟Kevin 從知道回來的時候 就開始焦慮了一個月 我們還因為想這些想要失眠 然後不知不覺 我們就在防疫旅逛了 回家之後就是 剩下 unpack所有的行李 跟 組裝他的床 還有他的櫃子 打掃家裡 這些全部都用好之後 就可以開始耍廢隔離了 寶貝真的好臭 我愛你 但它臭臭很嚴重 打到屁股 你也拿了季節的菜嗎 好的 完美 謝謝 今天天氣超級好 現在其實才早上六點 我們剛剛叫了room service的早餐 然後 天電 其實我們大概四點半五點起來 我們昨天用一用大概半夜兩點 天點睡著之後我們才睡覺 然後睡到四點半起來 他就是哭要喝奶 但他喝完之後其實馬上又睡回去睡到六點 只是我那時候就醒來一直到現在 天點也算睡得還不錯 因為他昨天一到飯店之後 晚上十點就要十二點 還醒不到三個小時 兩點又被我們強迫入睡 然後就這樣睡到六點 我想到要收行李跟 收家 就覺得 啊 有啊 我有跟他們說你要組裝床 跟天點的櫃子 哇 你給他吃麵包啊 給你們看他吃吐司的樣子 有啊 真想 喔 拍拍手啊 婆婆買的吐司啊 蛤 嗯 舅媽買的玩具啊 有 幸福的孩子 這裡 有 一部分 我可以就要吃 來 會嗎 還想要吃吧 這就是 一部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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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so sweet Is it a purple potato? Mm-hmm I like their eggs Mommy's drinking coffee Happy It's really a hero It's very good It's really good I think it's really good It's really good I like my birthday Yeah 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I like my birthday But no one 甜點 甜點剛剛又醒了一個多小時 喝奶玩一下 然後吃一點東西之後 現在又睡回去了 感覺它時差還蠻重的 因為基本上它都在睡覺 現在趁它還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可以趕快 安心的吃一頓飯 順便小約會一下 有點像度假 現在晚上快到九點了 但外面天還是超級亮 英哥華的夏天都很長 我們剛剛晚上十點多的時候 終於收到機場的檢測報告 明天早上就可以回家啦 所以今天晚上會是在飯店住的最後一晚 我們之後在溫哥華的家裡見 大家晚安 我們到處理一下 然後我們到處理一下 我們到處理一下 小漢堡 我們到處理一下